欢迎大家收看十分访谈 今天我们聊一聊关于电子商务 是我们说这个现代的商业模式是瞬息万变的 现有企业要跟上新的经济步伐 走向数码化看来是必备的一步了 是迈向数码经济的时代呢 电子商务是大势所趋 近年来本地零售业市场相当的疲弱 那么业者进军电子商务领域 启动转型究竟应该怎么做呢 马上欢迎我们的两位嘉宾 首先来到节目当中的是 新加坡零售管理学院高级奖师兼顾问李志威 李老师你好 以及生活时尚用品店总裁李志明 李总裁你好 李先生好 两位真的不是兄弟 是电子 请教一下李老师 这个本地商家涉足电子领域 它第一步应该怎么做呢 涉足领域第一步应该做的 就是要有一个脑洞大开 白纸一张 因为我们现有的零售商家 他们的理念就是在往上卖产品 这是一个业务的延伸 第一个想到就是有没有软件 有没有技术 有没有系统 其实已经不需要这些了 因为今天的电子商务就是一个生态体 打个比方就是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就是一个垂直的生态体 他们有专门经营数码营销的阿里巴巴 还有就是蚂蚁金服负责金融的 还有就是菜鸟物流 可以送达3700个呈现的一个能力 你意思是说像物流这类事情 不需要商家自己去应付吗 不是 不需要你买一个系统 不需要你成立一支队 但是这样要会管理吧 但是这样等于要有这方面的管理能力吧 你需要上课 这个说起来 实际上去交给一个整体大的服务机构 对的 来经营你的产品 而且是一个生态体 而不是一个系统 一个大的机构 是 所以变成说好像软件的应用 技术这些的 都不需要这个商家自己本身 都不需要 来负责了 对的 而是完全去能够有那个 知道在这个生态体里面 准备有那个生存的法则 李先生我知道对这个电子商务 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了 不过在这个之前 你觉得最大的困难还是什么 还是李老师讲的 也有这种传统观念 其实我觉得那个最大的困难 就是那个思维 就是要改变那个思维 其实很多 就是电子商务不是很新的一个概念 对 所以其实在新加坡 很多企业家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也知道有好多很资深的企业家 他们都觉得这个电子商务 其实对他们的那个产生很大的那个影响 所以他们就很担忧 就是抱着那个很埋怨 一直埋怨 埋怨未来 埋怨现状 就是无法去改变他们的思维 对 请问你们公司已经开始在进行网络行销了吗 我们已经开始进行了 OK 你觉得最大的整个环境的分别 就是网络店跟实体店 你面对的环境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其实那个实体店 其实我觉得实体店是那个传统的那个零售业嘛 如果实体店它没有那个电子商务 它纯粹是实体店 它给人的那种方便就没比那个电子商务来得多 如果有电子商务配合那个实体店 它就是有那个相辅相成那种关系 OK 双管旗下 他们线上可以销售 可以销售 线下可以体验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主要是客户的体验已经转型了 就打个比方 你下个星期要去东京 你马上会收到什么讯息呢 就是机票 专门去东京的机票 去酒店的消息 然后价格 为什么他们会知道这些呢 都是从那个系统里面呢 他们马上就掌握了你的整个销售的那个模式 马上就给你一个提供即时的一个讯息 然后马上就组成了整个这个销售的模式 是 所以那个体验呢 就是要有一个线上线下一个体验 对 李老师在你的观察当中 为什么有很多商家还是没有进入呢 往而却步呢 主要有很多顾虑 第一顾虑呢 就是在于那个资源的投入 人员的那个聘请 所以呢 都有很多这些的顾虑 那么我们管理学员呢 就有一批呢 就是专门为这些商家呢 去成立运营整个那个店面 所以呢 我们已经有这个团队呢 去支持这些商家 这是提供帮忙的一个部分是吧 对的 另外还会提供商务课程 对的 我们商务课程呢 有几个方面 第一呢 就是那个总裁班 总裁班呢 是到那个杭州呢 做那个实地的考察 还有培训 那么同时呢 在第四天的时候呢 他们也会到那个阿里巴巴的公司里面呢 跟业务人员接洽 他们的小二 也就是他们 虽然是叫小二 其实他们是迁虚 他们已经是一种副总 或资深经理 会直接跟他们去了解 他们的业务的需求 那么去年呢 他们就为我们新加坡打造了 叫天猫直营的一个概念 天猫直营的概念是怎么样子呢 就是说 很多我们新加坡商家 要进入中国的时候呢 需要两个月的 两年的时间 去打入那个市场 通过审批之内 那么通过天猫呢 就是通过两个星期呢 就能够通关 所以就达到了 能够整个那个效益 说到很多的这个总裁 一起去上课 请问总裁 在去上课的时候 对你来讲 最大的帮助 是哪一些方面呢 就是 其实最大的帮助 就是 他帮忙我 改变我的思维 他 这个课程 其实也让我 结交了好多 那个志同道合的 企业家 一起分享 他们的心得 所以他 这个 这个课程 其实我 我觉得是得益 得益不浅 是的 我相信现在 很多的消费者 都有所谓 网购的体验 像李先生所说 很多的企业家 明白 大概知道 是怎么一回事 想问两位 你们觉得 未来会不会 所有的店 都变成体验店 有没有这种可能 实体店不存在了 大家都网上 线上购物 线下看一看就可以了 李老师 就借用马云老师 一句话 他说 今后将没有 电子商务 这一说法 主要就是 有个新零售 新零售就有 线上线下 还有结合了 那个物流的 那个体验 那么通过 这种体验的话 不需要说 有没有店面 或者没有店面 那么打个比方 其中我们有些商家 就是在网上 已经成立 一段时间 很成功 那么他们通过 有些需求的话 就会有一些 根据不同的时段 做一个短期的 一个店面的设计 那么也有一些 有实体店的 通过那个卖家 上网的时候 可以引流到 那个线下 去有那个采购 那个体验 其实我觉得 那个实体店 还是有存在的 那个必要 存在的价值 因为怎么说呢 人毕竟是 那个社会 社会性动物 所以他们喜欢摸 喜欢观察 喜欢看 喜欢人与人交谈 这是一种心理的需求 所以我觉得 那个实体店 在这方面 其实它就 可以满足 这些人类的 那个 人类的那种 那种需求 所以 但是 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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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做得更好呢 所以实体店 其实 如果 它 它能 就是配合 那个 拥有那个 电子商务 养者 一起 一起 配合 当然是最好 就是从那个 实体商店 走到 all to all 就是 offline to online online to offline 所以线下 它可以让人家 就是 就是线下 线下 可以让 人 有那个 满足那个人 购物 购物的那种需求 对 但是那个 线上呢 又能让人 很快捷 很 很方便的 购买 购买他们要的东西 所以整个都已经一起了 比先生 你自己现在的生意里面 最大的改变在什么地方 可不可以具体告诉我们 其实 其实我们的改变 当然我们有了那个 电子商务 电子商务 单单电子商务 其实 其实还有很多东西 我们需要改进 就是 我们需要 就你本身已经在线上卖东西了 对 对 我们本身已经在线上卖东西 有没有提高你的营业额 跟成本比起来 其实我们也是在 在想办法 增加那个 人流 也想办法 怎么通过 社会媒体 那个社交网络 或者博客 来提高我们的那个 产品的知名度 公司的知名度 是这样子的 就是完全新的营销手段 对 李老师 本地有没有一些成功的例子 可以介绍给我们 有的 就是说 其中几个商家 在中国的时候 已经开了五年的时间 那么通过这个课程的时候 他们之后回到新加坡的时候 他们业务增长了一百倍 他们在中国开了五年什么 十几年 在天茂 卖的是什么 就是你讲的直营 对 请问售卖的产品是什么 卖的是鞋子 鞋子 OK 然后呢 从七十双的鞋子 可以卖到七千双到八千双 是 感谢两位的分享 谢谢 谢谢 好 观众朋友 如果你想针对今天的话题 提出您个人看法 欢迎到我们 诗诚有约 面部网页留言 好 稍作休息 待会儿再来下段内容 不要走开 稍后见 稍后见 欢迎收看设计新加坡 竹剑书有几千年的历史 不过本地并不常见 是 但是在本地有名设计师 他用了竹剑来记载了 本地三间福建庙语的历史 可以说是赋予传统文化 新的生命 一起去了解一下设计师配华 如何融合传统与现代 完成了这个竹剑书的工程 这里是连山双灵寺 它已经有118年的历史了 这样历史悠久的古庙 和我们所谈的现代设计 能有什么关系呢 本地就有一名设计师 尝试利用现代设计语言和风格 跨越这个鸿沟 嗨 飞华 我是清凯 你好 你好 你在拍些什么 我在拍双灵寺的设计 我想做一本关于新加坡古庙的书 猜猜那个是什么东西 看起来很像龙的形状是不是 对啊 他就是龙王其中的一个孩子 他是来保护寺庙的 杨佩华是一位研究本土传统文化的设计师和学者 他编著和设计的文化书籍曾获得国内外诸多重量级奖项 包括红点设计奖和德国设计奖 其中这一部题为跨越时间和地点的建筑装饰与符号的竹卷书就非常特别 那佩华为什么你会想要研究福建古庙呢 因为我是福建人啊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在伦敦的时候 我发觉外国人都对他们的文化传统都很感兴趣 而新加坡呢 很少人对我们自己的传统跟文化感兴趣 所以我希望把这些传统跟文化的符号啊设计啊 以一个新鲜的方式再带给人们 这部竹卷书介绍了本第三大福建庙宇 天福宫 双林寺和城市宗词的建筑装饰与符号 佩华以设计师的视角解剖传统艺术 希望以新颖的呈现方式吸引读者归探古典文化 这就是我们刚才讨论的那本竹卷书 哇 非常的特别耶 那当初为什么有这样的灵感呢 竹卷是最早期的书 而且竹卷都是来记录很重要的事迹 这个庙宇的图案其实都是我们祖先很珍贵的智慧 还有手工艺 所以我觉得用竹卷来记录它其实是最有意义的 另外一个理由是因为我是想把这些传统的图案介绍给我们的年轻人 年轻人喜欢在电脑里面scroll嘛 竹卷也是一样啊 就是你可以scroll this way 哇 而且是非常长耶 对 传统的竹卷书籍最长仅两米 而这一部竹卷书却长达5.4米 在编制工艺上的难度也就更高 制作这本书的过程也是另外一个大挑战 就是因为竹片是不可能全部统一的颜色 所以拆选竹片就花了很多时间 而且我们用了225个竹片来完成这本书 那佩华字母这么小 那雕刻的时候是不是很难 雕刻的真的是很难 所以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找雕刻的商家 制作家 很多的时候他们都讲不可以 而且在新加坡要找竹片也是另外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就去了深圳找了一个愿意尝试的雕刻商家 这部竹卷书工程浩大 从研究 绘画到概念和完成 花了近三年的时间 佩华首先到寺庙进行拍摄和研究 然后将照片上的图案用灯箱一笔笔画出来 再呈现在电脑上 最终她筛选了200多幅精心绘制的图案编入书中 那佩华 你到庙宇拍照把那些图腾跟纹路记下来过后 要做些什么呢 首先我们就是筛选照片 接下来再把那些重要的细节都画下来了 再放到电脑里面加工 就是填颜色 把它的线条做得不是很好的地方修补一下 功夫不负有心人 佩华的这部竹卷书以限量出售 一个星期内就把40部全卖完 听一个朋友说 他的一个直取生存了一些钱 本来是想买一些设计书籍 后来看到这本书了 可是这本书的价钱是比普通的书籍贵了 它该是三四倍 结果他还是买了 其实我真的很感动 他买了这本书 所以今天我在看到他的时候 我就把我的新书送给他了 鼓励他多的欣赏我们这些传统文化 通过新颖的设计手法 一些本来被遗忘的过去 以更贴近现代生活的形式 重新回到了大家的视野 让更多人再一次体会传统文化艺术的魅力 希望这样 我们宝贵的文化资产 可以传承百年甚至更久 这部书不只设计特别 手工也十分细腻 可见设计师在保留发扬传统文化上 他的用心还有他的坚持 三年时间 不容易 听说这个竹券书都卖完了 不过幸好佩华也制作了 其他记载本地文化的书籍 好像我手上这一本 他名字很可爱 他叫做大吉利士 欢迎今天来到节目现场 是和佩华一同创作这个书本的设计师 杰妮 刘杰妮 你好 欢迎 这书做得好漂亮 谢谢 但为什么会取大吉利士这样子的名字 首先我想问你们 问主持人你们两个 当你遇到或说了一些不吉利的事情 你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一般人就是会 就会找一块这样大块的文化 然后就直接就这样打 然后就讲大吉利士 就是为了希望可以排掉那些坏的煤气 所以就是这本书的名字的由来 最主要就是记载一些 不只是说明了一些华人的传统文化 习俗 但是也有注重一些 讲了一些禁忌的一些方面的故事 所以多数都是禁忌的故事 是 那么这本书的设计 看起来一定有它的独到之处是吗 可以介绍一下它的设计 这本书本其实是 它是一个有点像旅游指南的那种形式来呈现的 所以它总共有四部分 所以一开始你就可以看得到 它这边有一个好像礼品 礼品袋 就是一个 它是一个礼品袋 这个腰封是不可以扔掉的 这是个袋子 对 它就主要是可以让你放那个书本 然后就是当作一个礼品 然后送给亲戚朋友 也很漂亮 没错 所以这可以打开的 它是可以打开的 直接就可以把书装在里面 对吧 这个聪明 然后呢 然后这边就是它的一个书的外套 肯定是有用的 它的外套就是 也是做成一本好像海报 也是我们的海报 所以它的 就是因为禁忌 禁忌是一个好像有属于 类似有灰色地带 所以我们的设计的概念就是 希望可以有那种很强烈的对比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有黑色 红色 因为红色是几粒的颜色 黑色当然就是很 就是打没了 而且Toy Touchwood就写在上面了 对 所以即使那个好像你如果看得到这边 我们给镜头看一下 对 看一下花纹 这边花纹也是有一点对比 就是这个是属于比较 讲一种服气的一个符号 然后这边就有一个好像 就是写了一个是的名字的号码在上面 是在华人的眼里 对 是不吉利 对 所以就是我就是希望可以来 就是通过这种强烈的对比 来带出这种这个禁忌的那种概念 那书有两个部分 对 书本这个就是我们的最主要的内容 在你里头 所以它就会带 就会带你就是游客或者读者 带游客或读者去去到好像扭车水 然后不同的大街小巷 然后就让你可以回顾一下不同的历史 然后还有 这些插画它其实根据照片画的是吧 都是真实的 真实的 就是希望你可以带你去到那个地方 然后看那个地方 然后分 了解它的历史 这些是你画的吗 对 然后就是也不只是说 就是也带你就是跟你讲解一些不同的文化 习书 还有禁忌 跟它有一些讲解一些好像那些 那些礼物品的上征性跟它的那个意思 就好像比如好像这个 这个丙家 它就好像新年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有这种发膏 发膏的意思就是说 因为它真的时候要开花了 就好像好像真的好像 就发了 发了 对 花开富贵的意思 对对对 所以这些都是我觉得很有意义的一些概念 还有最后一本是什么呢 然后最后这本就是 其实也是就好像类似笔记本这样 然后就是你可以就让游客和读者 就是随身携带 然后可以记录一些他们看到的东西 甚至记录可以看不到 在不再书本的一些趣事 这些 这对游客还有对国人来讲 都很值得收藏一本 对对对 那么这种手绘方法 你觉得为什么用这种方法 来这个叙述传统呢 其实我最主要是希望能够通过 比较好像生活 就是比较生动的方式 还有互动性的方式来 就是吸引那些比较年轻的读者 是 还有希望他们可以好像更深的了解 有兴趣去更更想要去了解传统文化 像你用这么新颖的方式来包装传统文化 你们做了族卷书了 做了这本大吉利诗 接下来有没有别的计划 对 其实我们也希望 我们也是在筹备了马来族跟印度族 就是可以做成一个系列 就希望可以能够也是多元化一点 然后给大家认识更多不同种族的一些 用现代的方式来包装 真的 谢谢姐你的分享 谢谢 观众朋友 如果你想看更多以融合 现代设计和传统文化的书籍 还有手工艺品 就可以到我们八频道 新闻季时事节目的网站 收看网络独家视频 当然也非常欢迎你可以到 诗诚有约的面部网页留言 今天的节目就为你进行到这里 我们与您再会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